那么第三个 马克思说还要考察第三个方面 那么考察一个民族哲学的发展呢 还要考察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 对于哲学传统变革的意义 就是马克思认为啊 他说各个民族的哲学 在人类文明思想保护当中 都占有一定的位置 必然和其他的民族哲学 相互影响 相互交流 但是在这种相互影响和彼此交流当中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 也不可能照搬照操 其他民族哲学的思想 总是按照自己的时代要求 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 去改造和吸收外来民族的哲学 使他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融合 就是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法国人他接触到英国哲学 那么英国的这样一个哲学呢 他是因为这个英国的唯物主义 是机械论的啊 是机械论的 那么马克思就说了 马克思举的这个霍布斯 那霍布斯他就是把唯物主义当作算术一样的 这样可以做的 马克思就说他赋予了这个英国唯物主义 以机制使他有血有肉能言善辩 就是说他们给他以过去没有的气概和优雅风度 他们使他文明化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马克思就强调什么呢 就是说实际上整个这个法国哲学 使这个在接受英国哲学的时候 赋予了英国哲学 一个法国的这样一个风格和特点 法国的风格和特点 所以他说这个爱尔维修 拉美特利和尔巴赫的哲学思想 都是法国文化传统和英国唯物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他说这个例如爱尔维修 以洛克的学说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并随即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 使之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质 使他具有法国的性质 也就强调了这个法国的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他显认人认为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 享乐和正确理解个人利益 是整个道德的基础 主张人类理智的天然平等 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 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 那么这个讲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既讲了十八世纪的这个启蒙哲学的一个特点 特别是法国启蒙哲学的一个特点 那么也讲了法国哲学和英国哲学的一个差别 法国哲学和英国哲学的差别 所以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考察 就说考察一个民族 怎样吸收和改造其他民族的思想 那么就能够发现该民族哲学的时代内容和哲学的思维传统 哲学思维传统 所以这个马克思的考察实际上就说 要考察一个 任何一个他提出来的哲学史啊 要考察各民族的这个文化特点 那么这个特点呢 一个要考察他的这个民族啊 通过这个哲学考察 他在这一个时代 他所面对的论务是什么 然后他所他的这个哲学的表达形是什么 这一个如果时代论务提出一个时代哲学的问题 那么他的思维形是什么 这个民族的这样一个思维传统问题 思维传统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他要通过和其他民族的 就是你可以和其他民族的这样一个 必然发生交往 那么这个交往当中 你可以看出通过他吸收什么 不吸收什么 拒绝什么 通过这样一个特点 来研究这个民族的传统 这个东西其实我就觉得 不管不仅马克思的这个东西 对我们这个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本身有益啊 其实在我觉得对于研究 我们当代的这个中国哲学的发展 二十世纪以来的这个哲学的发展 其实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哲学的时候呢 中国哲学发展的时候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总是把这个古代和现代把它对立起来 以为我们这个西方 西方哲学 接受西方哲学 接受马克思主义呢 都是属于外来哲学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传统哲学只有在这个 只有这个孔子这个哲学啊 那么它才是我们的这个传统本土哲学 其实即使就是这样一个哲学 就是我们的传统哲学 它实际上也经了一个 由古代到现代的一个转型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转型问题当中 他们面临着共同的都是解答中国向何处去 就是在二十世纪啊 都面临着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赋予了它一个时代的内容 不管是哪一个 就是不管你是主张西方 研究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还是乳学的 它叫新乳学了嘛 后来有个转换 那么都是要面对解答这样一个时代问题 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转换 所以我们说这个传统的东西 传统哲学啊 它不是一个远离我们的一个过去的史的东西 而是我们的现在 而是我们现在 就是说传统是一个变化的 是一个变化的 那个传统的这个变化当中呢 它总是和这个民族 所要解答的时代问题啊 它相联系的 如果这个哲学 它不能面对自己的 这个本民族的时代问题 不去解答时代问题 这个哲学是没有生命力的 它是会被淘汰的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 那么我们在研究中国的 这样一个哲学发展的时候 也要看到既有它有一个 这个传统 有一个我们有自己的传统 这个是值得肯定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 我们的这样一个传统思维方式 它在面临时代任务的时候 它也是变革的 也是一个变化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 我们在吸收 你可以包括这个对武学 任何一个派别人研究 包括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传到中国来 你都可以发现 它为什么当时吸收的是 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说我们马克思主义 有很多渠道 有从日本来的 有从西欧来的 那么也有从苏联来的 为什么我们最后选择了苏联 选择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而没有选择欧洲的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 这个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 那么同时的 当时西方马瑟和中国马克思主义 几乎是同时产生的 这个葛兰西他们的哲学 也是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 也是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是同时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采取他们的那种形态 没有采取他们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么在这个比较研究当中 这也是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马克思的 这样一个哲学史的这个研究方法 其实可以给我们开拓我们的视野 就是不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哲学 我们放到这个世界哲学的 这样一个发展的视角里面 去看待我们当代的 这样一个中国哲学的形态 和它在21世纪的这样一个走向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做的 这样一个工作 也可以说我们讲比较哲学的研究 那么比较哲学的方法是什么 如何去研究 觉得马克思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也给了我们启示 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借鉴的 这是第二个方法 那么第三个方法就是阶级斗争的方法 这个以阶级斗争分析人类历史 是马克思研究论类历史 尤其是研究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方法 在马克思那里 阶级斗争的方法 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是通过分析 阶级斗争的现实基础 考察社会的基本结构 和社会形态更替的基础 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是一个 就是说通过这个阶级斗争 来分析 通过分析阶级斗争的现实基础 考察这个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这样一个更替 第二个呢 就是通过分析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 揭示人在历史活动当中的主观能动性 主观能动性 从而把人类历史 看作是一个能动的创造性的过程 这是对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主体创造性的一个说明 前面是对规律的说明 对历史规律的说明 就是说对一个客观 历史的客观性的说明 那么第二个呢 是对人的历史主动创造性 对这个历史主体的一个说明 历史主体的一个说明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呢 马克思就认为 这个以阶级斗争说明人类的历史运动 强调人在历史活动当中的主观能动性 绝不是把历史的发展归于精神方面去 而是更深刻的揭示历史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的现实物质力量 说明历史更替是如何通过人的活动而实现的 活动而实现的 正式运用这种方法 所以马克思啊 有力的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运动 考察 就是说把这个历史运动结束出来了 而且呢 还考察了这个资本主义以前的阶级社会的历史 在这个方面呢 它也考察了 所以并且呢 对未来的历史说明呢 它也是有效的 也是有效的 所以正是这一点上呢 可以说啊 决定了这个考察阶级社会啊 它是一个 就是说阶级斗争的方法 是考察整个 这个阶级社会的这样一个必要的方法 必要的方法 那么这样一个方法呢 就和这个前面的 我们讲的这个历史主义的这个方法呢 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有机整体 所以这个有机整体呢 也就是构成了马克思的 全部的历史主义方法 历史主义方法 那么这个 在考察这个阶级斗争的 这个以阶级斗争来考察 作为这个历史方法的时候 马克思还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 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个呢 就是说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啊 不是简单的 续续人类历史的事件 不是简单的 来描述所谓历史主义方法 不是描述人类的历史事件 那是一种什么 那是一种历史学干的事情 而马克思呢 是深入到社会结构 和人的活动内部 说明人们是怎样创造历史的 就是它不是描述已经过去的历史 而是要揭示这个历史的动力是什么 人类是怎么创造这个历史的 历史的规律是什么 以及它是怎么制约人的活动的 总之是说明这个人的活动 以及人的活动 和它所创造的规律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样的 这就进到了什么 对历史的生成结构的一个探讨 对历史的生成结构的探讨 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 它不是单一的 不是单一的 而是由主观和客观两个因素构成的 充满着矛盾的有机整体 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不是仅仅的讲客体 或者讲主体 讲绝对精神的创造 或者讲客观规律 而是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 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中 相互交互作用的两个因素 通过这样一个两个因素来 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 充满矛盾的有机整体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样一个方法 和他在早期博士论文里面讲的 这样一个方法的结构上 是不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说马克思的思想 为什么从早年到晚年 他有一个贯通仪器的逻辑结构 那么这样一个逻辑结构 我们就说正是贯通这个逻辑结构 所以使马克思哲学 呈现出他的一致信赖 那么马克思的这个 还有另外一个贡献 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 所以我们看一看 马克思的这个资本主义理论 如果要是没有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可以说是空的 他也是从概念到概念 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资本主义的研究 所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有了他的时代的现实的内容 现实的内容 所以资本主义理论 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不研究它 就不能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的深刻的内容 也就是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要联系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来理解资本主义理论 那么才能看到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当中的 深刻的哲学内容 深刻的哲学内容 那么从这个马克思的全部的资本主义理论 如果我们从唯物史观的这个观点 我们不讲它的细节 唯物史观的观点看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 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三个方面内容 一个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这是马克思反复强调的 第二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及其历史运动 第三个是科学技术与生产力 这个我们书里面写得比较详细 在这儿我把它的重点和难点 讲一下它的重点和难点 就是便于大家理解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看 这个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 实际上马克思是从两个方面 就是马克思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就是马克思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那么第一个就是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批判态度 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态度 也就是马克思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 又是一个什么关系 这个是需要我们考察的 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 是从这个古典政治经济学里面来的 它就说这个资本主义理论 也就是说古典政治学是马克思创立资本主义理论的 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其实它也是马克思创立历史伟物主义的重要资源 前面我们讲生产力这个概念的时候 是吧 我们已经讲了这个生产力概念 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是从哪来的 它不是从哲学的抽象里面来的 而是通过改造政治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里面的生产力概念而提出来的 而提出来的 那么这样也包括了 他对实际上也反映了 他对古典政治学的这样一个态度 就是说既是他的来源 但是马克思从来就没有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 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 这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是什么立场呢 一个他是经济学的立场 一个是政治经济学 就是他只是在经济学的角度 而没有到哲学的角度 第二个呢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呢 他是送扬资本主义的经济人 他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呢 看着是人类历史的最高形态 所以他对资本主义现象呢 是非批判的 他只是为了说明这个现象 而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 和这个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呢 马克思是站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 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及其灭亡的必然性 所以他刚好呢是要发现这个政治 这个和政治学不同 发现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以及他向另外一个形态的过渡 所以如果说政治经济学 仅仅是局限于现在 马克思呢对政治经济学的态度 他是向往未来 是走向未来的 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 马克思之所以对古典经济学 采取批判态度 并不是不完全是因为 他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在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一些细节观点上不同 就是他和这个古典经济学家不同 包括他比方说发现了这个抽象劳动 发现了价值 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些细节的问题 都不是细节问题 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 他是一个哲学家 尤其是一个代表无产阶级 意识形态的哲学家 所以呢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 在他眼 在他看来呢 不过是社会本质的呈现 是一个需要进行哲学批判的对象 哲学批判的对象 所以呢马克思认为啊 他说这个正是德国哲学 就是在这一点上 就是说对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一点上呢 正是德国能够在政治经济学方面 取得独创性的一个领域 他说德国人啊 要是从这个发现经济学啊 就是在创立经济学上 他是不如这个英国的 不如英国和法国 没有他们的这样一个 就是没有他们 没有他们的这样一个原创性 不可能达到原创性 但他的原创性是什么 就是他以哲学的方式啊 批判政治经济学 批判政治学 所以这个领域里面呢 是德国人能够能够做出 原创性的这样一个工作的 而英国和法国呢 是不可能达到的 这是德国哲学的一个优势 德国哲学优势 那么所以呢 从这个1844年经济学哲学 首稿到资本任 马克思是始终沿着 这样一个研究方向 来看待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古典政治学的 这是他的第一个态度 所以马克思啊 虽然研究政治经济学 但是呢 他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 而同时是一个哲学家 而且正是因为他在 正是他是哲学家 在一个态度上 使他和古典政治经济学 区别开来 区别开来 这是他看待政治学的 第一个态度 是我们需要把握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研究哲学 要重视马克思 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呢 不是说我们也去研究经济 而是从他的这样一个研究当中啊 看到马克思哲学的一个特点 他的独创性 和其他的这个哲学家 不同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理解 马克思的这个资本主义理论的 这样一个创立 就是要研究啊 这个真学观点 要看到这个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创立 就是马克思的这个资本主义理论 不是凭空产生的 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以辩证法改造政治经济学的成果 以辩证法改造政治经济学的成果 很多就是我们现在讲马克思的思想起源的时候 都讲的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误区啊 都是讲马克思的这个哲学起源呢 就是黑格尔哲学 或者说就是这个德国古典哲学 特别是黑格尔哲学 菲尔巴哈的哲学 却没有把政治经济学 当作马克思思想的一个起源 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个马克思 和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的哲学 除了和德国古典哲学相关以外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就是政治经济学 所以他很多范畴 不是通过哲学演绎出来的 比方说市民社会 这样一些概念 可能就是说 黑格尔在他那个时代也涉及到了 但是马克思不是从他那儿来的 就是说他借助了这个概念 但是他对市民社会的真正说明 不是从黑格尔那儿靠抽象得来的 而是经过了政治经济学研究 这样一个环节 这样一个环节 所以我们在这个研究马克思的这个思想 他的唯物史观理论里面 绝不能忽略了这样一个资本主义 对这个资本主义研究 对政治学研究的这样一个环节 前面我们讲生产力概念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 他不是说我从以前的这个古典 或者整个哲学里面来的 而是很大一部分 他提出这个问题呢 是从政治经济学里面来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及其历史运动 及其历史运动 马克思的这个资本主义理论呢 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 一个最重大的贡献 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 及其历史规律 这一点他已经 就是说马克思啊 已经这个反复的这个强调过 在资本认的这个序言里面呢 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我的发现了 就是我的这个资本认啊 研究的什么呢 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规律 那么马克思呢 这个恩格斯啊 也把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理论贡献呢 开口为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生产 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 这样一个特殊性啊 发现了这样一个特殊 也赞赏他 那么在这样一个描述资本主义运动当中 马克思所揭示的 有哪些东西是他那个 最重大的这样一个贡献 最重大的一个贡献啊 首先我们看一看呢 就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拜无教的问题 就是支持马克思哲学啊 研究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在马克思看来呢 他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商品生产 是商品生产 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细胞 商品是资本主义细胞 那么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本质 特点和形式的一切秘密 都包含在商品结构当中 在这个商品的结构当中呢 我们讲了啊 马克思啊 他提出了一个本质的东西 就是商品呢 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这个你们上资本学的时候 讲过的啊 那么使用价值呢 他包括这个和交换价值啊 都具有值和量的规定性 都具有值和量的规定性 那么使用价值的值呢 是指着商品的有用性 而使用价值的量呢 是指着有用物的量的规定 马克思说比方说 一打表 然后一马步一吨铁等等 那么马克思就说 使用价值的值和量的规定性 是使用价值作为社会形式 进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前提 这个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实际上 马克思在这个地方啊 就对这个使用价值和价值的 这样一个结构 作了一个界定啊 这样一个界定 就是他对这个使用价值和 这个价值的分析呢 他实际上都有这个值和量的规定 他是把这个定义啊 做得非常明确的 做得就是骑得非常明确的 那么他就说 这个在商品生产当中 本来这个使用价值 它是一个自然的自然的形态 它不具有社会形态的啊 它只有什么 当这个你这个自然形态的东西 只有作为一个商品生产 就是当作商品生产看的 这样一个自然物的东西啊 才能被称之为使用价值 所以它的使用价值啊 是相对于价值而言的 是在商品这个共同体当中 就是在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个共同体当中 它才能被称之为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 所以马克思认为了 在商品生产中 使用价值被当作社会的财富 在交换活动当中呢 这个使用价值啊 被当作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是交换的媒介 也就是说它是交换的材料 那么只有这样啊 就说它才能称之为使用价值 就是使用价值在什么情况下 才能称之为使用价值 如果离开商品生产 我一个自然的生产物 它是不能称之为使用价值的 这是我们要强调的一个要点 所以我们要强调的一个要点